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我之前其实说过就是不太喜欢掉树袋嘛 但中国它开始实施这个爱国教育法了 然后呢这两天我就这个越想越气 所以呢今天就不想说一些网络上的现象的视频的 个人的一些感慨 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这个义务教育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呢提过一下 就是中国呢做九年义务教育呢 让人人都识字是为了更好的洗脑宣传 那有朋友提到呢说是人人认字才有机会觉醒 或者是改变个人的命运 那学习呢其实是有好处的 我要说呢学习有无穷的好处 而且呢只有学习才能跨越阶级 但是绝对不是中国的义务教育让人学的那些习 学习其实这个名词是一个特别不明确的概念 学习内容的不同结果呢是会天差地别的 认字其实是有机会呢让人学会思考的 中共当然会知道这一点 但是相对于可以被洗脑的人数 因此十字学会思考的那一点点就不值一提了 中国目前学习教育的内容呢我还是要 再强调一遍非常绝对的说完全没用 一点也没有啊其实也不能说是没有用吧 只能说是没有正向的作用 只是相对于真正在社会上生存来说无用 但是对于怎么把人变成一个没有脑子 只会跟党走的这个傀儡来说 那确实是有巨大的无穷的作用 普及教育 其实呢这个概念的出发点呢当然是好的 但根据各国实施的情况来看呢人人认字 实在是太方便于被利用了 在人人认字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像是纳粹啊 或者是民族主义这种东西的 因为根本传播不了 你跟那些不认字的人你根本就讲不明白 他们呢只想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只在乎吃饱穿暖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那这跟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生完全没有意义 但这对于社会安定其实是有巨大好处的 良药苦口大家都知道对吧 好的思想呢极难被人接受 因为很多都非常的反人心 像是平之恶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多人当时都接受不了 现在也依然接受不了 倒不是说其实是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不了 但是像是那种打倒压迫我们的人 把他们的东西抢回来 那这多爽多带劲 绝对能在一瞬间就千呼百应 而认字其实是大大的方便了坏思想的传播 你大字报一贴 传单一发 方便极了 但是好的东西呢 大家可能觉得那好的东西也可以发也可以贴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你发了也没有人看 看了也没有人懂 懂了他也接受不了 就非常的尴尬 总而言之不让普通民众认字 一直当一个笨蛋 听起来是有一点残忍 但是呢社会会更加的稳定 虽然说这个大家都不认字 那这个社会呢可能有被这个精英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风险 但是相对于学会之后会有的思想腐蚀而造成的巨大伤害 那点风险呢完全不值一提 所以啊当时英国在要普及教育的时候 斯宾赛他就持一个绝对的反对意见 但是他明明是这个的受益人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普及教育的话 其实斯宾赛他是没有办法成为斯宾赛的 但是他成长为斯宾赛之后呢 他就持了一个绝对的反对意见 这里呢推荐大家看他的一本书叫 社会净利学 里面有很多的例子都证明了没脑子的善良 或者说无知的善心 会无意中让多少人下地狱 所谓好心办坏事 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一般情况来说 好心办出来的事比坏人故意作恶 要可怕得多 越是狂热就越是可怕 而且后果一般都很难挽回 好人们呢也不会在乎这些结果 美国呀之前风靡过一阵藜麦 因为呢当时有一项研究说 藜麦是极好的养生食材 健康佳品 而藜麦呢当时它主要来自一个小地方 只有那个地方才产藜麦 所以呢产量不多 价格呢就比较高 但是美国人他听了这个研究之后呢 就开始疯狂的购买 陷入了一种狂潮 结果呢这个时候呢 莫名其妙的冒出来了一群正义之事 他们说这个地方的人呢 因为只能种藜麦 所以他们只能吃藜麦 那美国人全部都把藜麦买走了 当地人就没得吃 岂不是要饿死了 这个组织呢就呼吁了这个越来越多的人 然后天天到处走街串巷 去呼吁去宣传让美国人不要买藜麦 那美国人他听了之后呢 也搞不清其中的所以然 他这个良心这个使然 他们就都不再购买这个藜麦了 事实上 对于这个地方来说 因为美国人的这个大量购买藜麦 他们当地人 而且是高价购买 所以他们当地人就有了多余的收入 他们以前吃藜麦 是因为他们只能吃得起藜麦 但现在有了钱 其实他们因为美国人大量购买藜麦之后 他们极大的改善了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但这一群的正义之士 没有搞清楚任何状况 他们怀着伟大善良的心 断了当地人的财路 因此呢让那个地方的人 陷入了一个更深的贫穷 又过上了只能吃藜麦 吃到兔的生活 这类事件啊 比比皆是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正义之士们 觉得自己做了天大的好事 美国人他只是少了一种食物 只有那群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害惨了的人承受了一切 那么普及教育呢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它只是影响更大 影响更深 影响呢更远 英国之前推出过一个法 叫谷物法 限制了这个低价农产品的进口 目的呢是为了本地的农民可以得到实惠 利益呢不会受损 也就是农业上的一种闭关锁国 这个法刚刚当时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本地农民那是拍手叫好 政府呢打击了他们最大的竞争者 可随着谷物法这个开始实行的时间越来越长 因为这个农产品的进口突然骤减 所以本地生产的量呢又跟不上 就导致这个农产品开始往上涨价 从而直接影响了面包的价格 开始上升 而城市最底层的那些英国的工人们 他们全靠面包来维持基本生活 本来他们的薪资就 堪堪维持正常的一个温饱 这下面包涨价了 他们吃饱饭就变得岌岌可危 于是呢全体愤怒 在街上到处游行抗议 他们要求加薪 但是外国政府又不是软柿子 对不对 那你限制了我 那我肯定就要反击呀 于是呢就大大增加了 英国出口的那些工业商品的税 导致英国的资本家也是较苦不跌 销售和利润呢都因此大幅下降 所以呢面对工人们要求加薪的无理要求 资本家们也愤怒了 这个谷物法推行了时间越长 情况呢愈演愈烈 到最后呢居然变成了资本家带领着自己的工人 一起向农民伯伯和农场主发起了战争 一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都是那个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抵制对抗这个资本家对吧 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资本家和工人联合起来对抗农民 这件事情啊在英国是闹得轰轰烈烈 也是大名鼎鼎的反谷物法运动 那这跟认字有什么关系呢 很简单 民众有了投票权之后 政客想要上台 那么就需要选票 那怎么获得选票呢 讨好民众 对不对 那谷物法为什么会推出呢 不就是为了讨好本地的农民吗 那那些有着精英头脑的政客和他们身边的这个智囊团 就开始一起捉摸怎么能骗到民心的政策 他们的出发点是民众喜欢听什么 喜欢要什么 怎么才能够讨好民众 而不是什么对民众对社会有利 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政客 不是政治家 这两种人啊搞政治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为什么会说民众喜欢什么 和什么对民众有利是不同的呢 很不幸 民众呢大多数时候都分不清楚 什么政策什么法律对自己有利 大多数时候民众所爱的都是害人害己的 就像上面英国推出的那个谷物法 农民觉得对自己好 事实上资本家和工人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就是利益上 他们不好过 上层供应链的这个农民日子当然也会不好过 所以其实是一个害人害己的 就像当时美国奥巴马总统 他的那个医疗法案推出时 贫困的民众是欢欣鼓舞啊 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造成了民众看病更难 财政也因此白白浪费 那这些政客知道吗 他们作为精英 我觉得很大概率是知道的 但是即使知道 他们也会装作不知道 因为全都是为了选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民众普遍认字 但又没有强大的思考能力 所以他们虽然读了书识了字 接受过普及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人民群众 依然很吃听起来为自己好的政策这一套 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好的政策 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好 因为他们思考不了 也想象不出 分辨不清 实际运行时可能造成的后果 民主国家呢 虽然因为选票会造成这样的麻烦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是有纠错机制的 所以呢就算出错也没关系 就像是美国 现在其实他们的政府啊 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医疗法案 需要被纠正的事实 即使民众到现在 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 民主国家推出来的政策 也不一定都是为了民众好 因为民众真的笨笨的 他们自己都不允许有的时候 因为很多实际很好的政策 听起来就很不讲情面 跟好的思想一样 很难接受 也就无人问津 即使反馈对人来说 实在是欲罢不能 而延迟享受又实在是太反人类了 所以呢如果一个政策 直接说给你发钱 但其实后续所有人都会因此更穷 而一个政策说 现在不给大家发钱 但其实以后大家都能赚到更多 那么这两种政策 如果同时开始宣传的话 不好意思 即使真的有看懂第一种政策的知识精英 出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选第一种啊 但大概率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去选第一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 是一个街头采访的视频 关于台湾大选 就是有一个人到处去采访台湾的民众 问他们会投给哪一个党 然后为什么 他就问到了一位大叔 大叔就说 我选了投给民进党 采访者就问 为什么你喜欢民进党的哪个政策 他难一点打动你了 这位大叔回答的非常的实诚 他就说 因为他们每个月都给我发6000块钱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大部分的民众就是这样的 就是讲道理讲政策是讲不明白的 所以很多反制漏洞百出的东西 或者是知识 只要加上些神秘的外衣 就会受到一堆人的追捧 也是伪科学根本打不倒的原因 民众他很难去深思其中的弯弯绕绕 只需要大词狂甩 让他们觉得云里雾里 产生这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我怎么没有听过 都感叹 故意搞得很神秘 很神奇 就可以了 即使是相同的东西 你只要给他换一个特别玄乎的 高拉上的名字 那么民众就会陷入 啊好厉害的情绪中 当然了 这也是我讨厌这些内容的原因 因为输出这些内容的人 很大一部分他们自己是不信的 完全就是为了利益 就无底线的去利用人心的弱点 灌输一些虚假的知识和思想 以为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实际上破坏也真的是非常惊人的 现在为什么节目上一出现危险动作 都需要有一个警告在旁边 因为如果你不标注说是假的 就真的会有人信 在有这个提示之前 电视上播那些危险动作没有提示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民众去尝试电视上演的东西 因此死亡 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这么弱智啊 稍微一想就知道是假的东西 怎么会有人信啊 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人呢不会稍微一想 他们就是会立刻相信 电视上的都是真的 那么那些传播假思想假知识的人 如果他没有特别去声明说的话 那么这人就会觉得 这就是真的 他们会信的 那我今天说的东西呢可能有点东西 所以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但是呢我真的很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你们天天听我一些感慨啊或者是爸爸的 有的时候呢也要给大家说点好东西